这是我们身体上真实的脂肪标本 几乎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想到过减肥 如何有效地减掉它们 一定要了解脂肪是怎样形成的 当食物进入口腔后 首先通过咀嚼进行机械分解 同时唾液中的酶开始分解碳水化合物 然后食物通过食道进入胃部 在胃液的作用下进一步分解成更小的成分 部分消化的食物离开胃后进入小肠 在这里进行大部分的营养吸收 一线分泌的酶和肝脏分泌的胆汁 辅助消化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然后它们通过肠臂吸收到血液中 葡萄糖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来源 细胞利用葡萄糖满足及时的能量需求 或将其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作为糖原 以备将来使用 如果体内的糖原储存已满 或者葡萄糖摄入量超过了能量消耗 过多的葡萄糖就会转化为脂肪 脂肪在组织中合成干油三质 并储存在脂肪细胞中 直到需要能量时再利用 皮下脂肪是位于皮肤下方的脂肪层 过多的皮下脂肪不仅影响外观 使身体线条不明显 还可能导致脂肪团的形成 它使我们的皮肤表面凹凸不平 通常会出现在大腿、臀部和腹部 如何有效减掉这些多余的脂肪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饮食和适当的运动 特别是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摄入 同时还要合理搭配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 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保持饮食的营养均衡 促进新陈代谢的正常运转 这样才能减少脂肪的生成 除此之外 运动是简直的另一个关键环节 通过适当的运动 增加能量的消耗 提高基础代谢率和脂肪氧化水平 可以加速脂肪的分解和燃烧 还有关键环节目